好 那事實上中國的海軍 想要稱霸太平洋 事實上有各式各樣的佈局 今天事實上媒體還曝光追蹤最新的 中國解放軍進駐了柬埔寨的軍事基地 是 這一次中國的解放軍 進駐柬埔寨的這個雲壤的軍事基地 他的位置其實是在 這個柬埔寨的海岸這個地方 他其實在所謂的仙羅灣 就泰國灣的北部 然後柬埔寨的海港口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其實是中國首次 也是唯一在整個 等於在印太地區 所進行的海外軍事基地的建設 那之前有一個海外軍事基地 在東非的極部地 這是雅丁灣的那個部分 可是今天中國如果插旗到 剛剛我們看到的這個 在仙羅灣北部的雲壤軍事基地 意義完全不同 而且柬埔寨本來就很輕忠 對 我們都叫巴鐵減鋼嘛 就是一個巴基斯坦 一個柬埔寨 這兩個是中國的鐵桿兄弟 而且這個現實已經2019年 就被披露出來在建設 當時中國說我們只是提供資金 可是柬埔寨很詭異的 那個軍地裡面本來有美國的軍事基地 美國的建築物 那有越南的相關的建築物 結果這個柬埔寨政府都把它拆掉 把它拆掉之後 就歡迎中國大局進入 那到26月9號要正式的 等於是完成的這樣的情況 那這有幾個正確 中國現在當然否認說 我不會有軍艦 不會有軍事的這個相關的進入 可是根據國外的分析家認為說 中國就採取的是南海的模式 就是繼承事實 我現在說不會不會 到時候我有了之後 你又奈我何 其實你看到南海的島礁就是這樣 我沒有要摧殺造島 結果最後造完了 軍艦都進去了 然後呢就是我的了 所以現在大家都非常這個戒慎恐懼 戒慎恐懼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我講他的地理位置的關係 你會看到說 他等於是為整個中國一帶印度的航路當中 等於在線路灣北部上面插了一個旗 這個插了旗之後 他往下到泰國往西到南海 他等於都有軍事投射的能力 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一個部署 第二個是現在也傳出來 不只是軍艦會進去 連北斗衛星的相關設施系統 都要進入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要知道北斗衛星他什麼 第一個當然就是全球衛星定位嘛 第二個他其實有飛彈導引的功能 那等於是中國在這裡打的一場戰爭 不完全只是海面戰爭 他可能連上面的這種所謂的太空戰爭 或者是所謂的全球追蹤 他都在這裡要做插旗的動作 那這個對周邊印太國家 你想想看他本來只在這裡 現在直接延伸到這個 算是東南亞的西邊 也直接印太的國家 很想對印度 對澳洲 對下面的這些國家影響有多麼的龐大 這個是在這個雲壤的部分 那可是不只是雲壤 中國的動作其實非常非常的積極的 那就下一個大家認為 可能下一個雲壤會是 這一次這個王毅啊 他在訪問南太的時候 提到鐵板之一的所羅門 這兩天網路上有一個影片 是中國的貴婦 他直接跟人家吵架 那他吵架的時候 他嗆說他家有50台兵力 那很多人就好奇 到底為什麼他這麼有錢至聖 是沒有錯 這個被號稱深圳兵力貴婦 他是因為他停車的糾紛 然後就要跟這個鄰居嗆聲說 我要叫我家有50台兵力 我一個月來賭你 用50台兵力來賭你 大家就想哇 這麼有錢的貴婦 到底還正在停車場 這個互相嗆聲跟鄰居拉扯的畫面喔 結果他起底說原來說 而且他嗆聲我老公是這個 某國企的這個所謂的這個紀委書記 結果就被大家騎 叫國際的這個紀委書記 能夠這麼有錢 一騎不提敵就好 這樣一騎敵啊不得了 結果是深圳的國資委的上市公司 叫正業集團 雖然他老公真的有搞頭 他才會嗆50台兵力 對然後叫做張曉忠 那這個是真的有這個人喔 真的有這個人 而且是真的是有關係的 可是今天這個兵力貴婦 被完美切割 第一張曉忠出來說 這不是我老婆 我跟他只是情侶關係 第二這個50台兵力也好啦 這個他住的地方的豪宅也好 也不是我也不是我買的 這些東西 所以真的有50台兵力 真的有豪宅 只是現在他老公要切割 對他男朋友要切割 那不過貴婦也出來說 50台兵力不是我的 是我有兵力 那我加入兵力的那個 他們那種車友俱樂部 我可以調動50台來 那好像也沒有差多少的感覺 那他還會說這到底 是怎麼一個情況 為什麼 因為你要知道 我們有一台兵力的價錢來算 但是說50台來塊算一算 可能也要個1億人民幣 我覺得這實在是很扯 台灣的有錢人 我也見識很多嘛 比較有錢的 確實有人可能買兵力嘛 了不起一台兩台嘛 沒有人買兵力 像在買雞蛋一樣 買50台的 而且他脫口而出 代表他胸有成竹 對不對 那你要像 為什麼張曉忠急著切割 因為大家去查到張曉忠 他去年 一年的薪資是37.5萬人民幣 那一台兵力算一算 你要不要兩百萬人民幣 所以等於是我算過 如果真的有50台的話 他要工作300年 可是我相信他有50台 所以現在網友就大力說要查 要查要查 網路上草涛兄 就是一般人嗆別人的時候 不會嗆說我有50台兵力 那會把50台拿在嘴巴裡頭嗆的 應該我猜他可能真的有蠻多台的 而應該就是非富即貴 但是看起來水準也不高 應該也是爆發戶的土豪 可是我覺得今天戳這一刀 戳得最完美注視的 還是我們的老狐 老狐 保錫金也跟得出來戳 對 老狐說什麼 老狐說 這個所有的公職人員 特別是幹部官員的家人 都要低調做人 他不是叫你反貪反腐 他是叫你低調做人 那看起來這個貴婦實在太過高調